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南苑这个华人族群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蔡慧川 非常感谢这个主办单位跟协办单位的努力 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家具业的贸易与互动的出探 这个其实是我硕士论文的这样的一个衍生 我的论文主要其实是探讨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叫马波 它的现代家具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但是在我收集资料和口述采访当中 我就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所以就促成了这样一个课题 然后我就打算在这里以个个案研究为个例子 来探讨马中的经贸合作 它这个相对的呈现大概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就比较没有像其他的学者这样子 有这么多的数据 主要都是以故事或者一些关键词来呈现 那我的这样的一个 我这样的一个课题主要会涉及这几个部分 首先我要让大家理解什么是现代家具业这样的一个特点 然后从这个家具制造跟家具五金来探讨 这个在这个产业这两国之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现代家具业这个特点呢 就有以下这几个 它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 它具有拆装结构 浓道furniture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可以拆卸 自主拆卸跟组装 这个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其实早期的家具或者是古代家具 它不像我们现在 它其实是一整件的这样的一个桌椅或者是橱柜 如果您看那些 一些博物馆可能他们就看到 就会呈现这种非常 我觉得非常笨重的这样一个家具的 这个就早期家具这样一个呈现 那我们现在家具就跟这个很不同 早期的家具它非常占了空间 也需要很高的这样运输费 所以这个现在家具的拆装结构呢 就可以大大缩小这个储存的空间 还有这个运输费也可以降一顿运输费 达到最大的一个经济效益 而这个拆装家具呢 它最需要的 其实也是需要用到这个大量的家具五金 或者配件来达成这个家具的组装 还有就是以上这两点呢 它就可以让这个现代家具产生 这个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可以让这个生产分工化 就同时可以同步进行的 例如就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桌子 它可以达到桌面跟桌角 是分开的这个生产线制造的 甚至是分开的公司制造的 就可能有一个公司 它就专门制造桌面 一个公司它就专门制造这个桌角 然后到最后再来组成包装 然后直接运输出的 运输到这个市场 像这样子的几个特点呢 你都可以发现说 现代家具产业 它已经不像之前的家具产业这样子 是属于非地产地销了 它可以甚至可以出现这个出口导向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说 现在这个家具产业 它有拥有这样以下的特点 它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说 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变化 而且这个家具产业 其实它设计的层面非常广 除了我们可能下意识会 意识到的就木制家具 它其实还有可能有 那种塑料家具 铁制家具 还有家具五金 家具机械 甚至还有玻璃 电视 那个电灯 灯饰这一方面 甚至还有仿制业 那我今天就只是以这个家具五金 跟家具制造 这些例子来让大家 能了解这产业的这种特点 在家具制造方面呢 我想要稍微带出 就是马来西亚的现代家具业分布呢 主要是在这几个部分 在北部就有在槟城 双西大年 中部就有太平八生谷 苏外部落 东部还有关丹 南部就是马鱼甲 麻坡跟八珠八虾 麻坡这个家具的字眼 这个城市就是我的 这个论文的着重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其实 它也跟中国这边的这个贸易 其实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往来 那我接下去会再 说一下这有什么特点 那中国的家具产业部分的 这个东部区呢 它就有广东 华东 东方 北方和西南 这四大产区 广东基本上就是属于 最大的有家具产业 几乎是占中国家具出口额的一半 那然后就以浙江为重心的 华东家具工业区 是属于中国第二大家具产地 接下来就是东北 以沈阳和大连为重心 还有西南就是以成都为重心 那其实 我这边 因为我这个时间跟这个 地缘上的关系 我其实能涉及到主要 还是以木制家具为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两个地方 它是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以后 开始发展这个 现代家具的 而且它就跟全球盛行是有关系的 这个家具产业链 它可能原来是地产地销嘛 它可能从欧美国家 或者是亚洲市角龙 这几个地方 开始转移到 劳动力相对比较低廉 还有原材料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 也就是马来西亚跟中国 那基本上呢 中国它使用的这个木材 它可能包括黑胡桃 白象 幼木 绿木松木等等 马来西亚的呢 它就可能用的是 比较多是热带 热带雨林的木材 就比如说有传心木 半红柳暗 就其实就是门安地 还有巴唠木 相思木 春茶木 还有最重要一个就是橡胶木 橡胶木呢 就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就是那个采集橡胶枝以后的 这个木材 它当它采完这个胶枝以后 它这木材就喜欢使用 来制造这个家具 马来西亚现在基本上 很大部分 甚至可能达到80% 都是由这个橡胶木 组成的这个 制造这个木制家具 然后呢 接下来我想要提的 就是这个家具五金 在我们谈到家具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家具五金 占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 现代家具产业 现代家具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 它可以提升这个 整个家具产品的这样一个价值 它其实主要可能就是说到 1960年代的时候 从最早的 从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 家具生产地区 意大利 西德 奥地利 它开发和生产 适用于这个 现代结构家具的 各类的五金链接 键 还有一个装饰键 它 然后一直到 七八十年代 产生了这个 自动化流血线生产 可以让这个家具五金的 生产门类 开始逐渐齐全 然后来到了我们群群化时代呢 就开始在 马来西亚跟中国 在这几个地方 开始大量生产 这个家具五金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几个地方 在我的研究调查里边说 就在九十年代以后起 九十年代以后呢 这个整个家具产业 都注重在 都注重在整个亚洲地区 尤其是中国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提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两国的互动呢 其实从九十年代开始 就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成 然后 它是怎样一个形成呢 可能 马来西亚这边相对会早一点 它在八十年 就是一九八十年代末 开始逐渐 有设厂或是投入 因为外资投入这个 现代家具产业 然后 后来在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开始崛起了 就有一些外资 去到中国 也甚至有马来西亚的 这样的厂商 或者是家具公司 他去到中国 进行这个家具 家具工厂的投资 然后呢 在这个投资当中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迅速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跟所有的 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扩张 还有扩充 它可以达到就是 它的产品除了 自销国内 还可以达到出口 反而就变成 可以开始供应这个家具五星 到马来西亚 具体什么样的例子呢 我这边就从文章 或者是一些报章 能找到这样的资料 在九十年代 你可以看到 1996年就有 一二三四四家 这样子的家具公司 他去到广东 还有深圳 设厂 2007年也有 去到山东 青岛的这几个地方 都是现在的 中国现代家具产业的 重要生产地区 他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除了是资金的输入 他也达到了这样的一个 技术的转移 或者是技术输入 帮助中国 自己本身的这样的家具产业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后来也有这个 我找到资料 也有资料 1998年 有这两个公司 还有192001年 这两个公司 他在中国也投资设厂 去主要是在 这个家具五金这一块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说 就我所知 我在做个人采访的时候 这个大东方企业 有限公司 他就有 就提到说 即便他们是在中国投资 进行这个资本输入 还有这个 技术输入 然后他可能也着重 这个中国的市场 生产这个家具五金 供给中国 或者是出口到欧美国家 但是他有很大一部分的 这样的家具五金 是在运到中国 在运到马来西亚本地 提供给我们自己本地的 这样的家具厂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样的一个流动 是其实非常有趣的 而且 除了这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贸易互动 其实 这个两个国家 他也存在这样的一个 竞争关系 在2021世纪初 马来西亚 曾经短暂地成为 亚洲最大的 家具出口国 但是他很快地 就被越南跟中国 给取代了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原来 可能在90年代 去马来西亚 采购的这些欧美买家 他们开始转向 去到中国 去采购 他们所需要的家具 提供给他们 自己本国的市场 以至于说 你会看到说 马来西亚这边 他就开始 他不是说 他的家具产业衰落 他其实他不断地是在 一直在发展当中 是中国 他发展的非常快 甚至就是完全是 很快的就快 很快的就是 超越了这样的马来西亚 变成说 在隐藏 在这样的一个 某个程度上 也变成一个 竞争关系 我们具体例子 可以看到 2002年到2004年的时候 其实 中国自己本身 也开始去 种植跟生产 这个橡胶木 来制作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 家具 家具的原材料 然后在2002年到2004年 马来西亚政府撤销 橡胶木出口禁令的时候 就引来了很多的中国买家 他大量收购这些橡胶木 导致这个木材飙升 木材价钱飙升 出现了严重的短缺 这就引起了马来西亚国内的 家具业者 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反弹 然后他们就非常的 非常的 就不断的在抗议 然后导致马来西亚政府不得 马上又很快又 把这个禁令给实行 就禁止这个橡胶木 在出口到国外 然后尽可能是保护这个 马来西亚国内家具产业 这样的一个优势 但有介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仅仅是粗浅的 去分享我所看到的资料 虽然我没有这个 更多的数据来去证明说 他这个贸易关系 他的贸易关系 互相往来是有多的频繁 或者是说 他的这个竞争是有多激烈 但其实通过这些关键词问故事 其实你能看到说 他隐藏在这些数据底下 他这个这个产业的贸 这个贸易互动 其实是很紧密 因为我还没有列出 甚至家具机械 纺制品等等 这些家具产业里边 一定会用到这些 这些工具 还有这些配件 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没办法去好好列出来 但我能说 有机会的话 以后就会是 我想要去深入的部分 当然除了这个贸易互动 也有存在这样一个竞争关系 就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东西 可是呢 这个竞争关系其实也很微妙 为什么呢 当在 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 这个竞争关系 就反而变成了像一个是 互助关系 马来西亚间接的成为 这样一个缓冲地带 它是怎么样形成一个缓冲地带呢 它就是 中国的这个厂家 他来到马来西亚 比如说他来到马国这里 他和本地的这个家具厂 家具厂去交流 甚至合作 他来到这里 生产家具 然后再消除美国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 他那样一个角色 他这两个国家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 他是 他可以呈现一个 很多遍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也不断地是 还正在进行当中 他还有值得 可以去讨论的部分 基本上我的 分享就在这里 那么担心